第四集 核武被除研究中心最新的统计报告 2018年全球核材生情况有所逃转 各国核武器的数量从2017年的大约15600 削减到了14450枚 一共减少了大约450枚 这主要是由于美俄两国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开始生效 两国都开始减少核武库存 然而即便如此 美俄两国的核武器数量依然源于领先其他国家 其中美国拥有大约某某X50枚核弹头 而俄罗斯则拥有6850枚 据报道 除了这两个当之无愧的超级核强国之外 排名第三个核国家是法国 但是法国的核武库要小得多 只有大约300枚核弹头 而第四名则是我国 核武规模大约为270枚 英国则是215枚 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的好兄弟巴基斯坦核武数量不断增加 目前大约拥有一百四十枚核武器 而且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数据 巴基斯坦拥有能制造上千枚核武器的核原料 是潜在的世界第三核大国 这样一来 即便是目前的核武库规模 中巴两国的核武库加起来也超过了400枚 超过法国位居世界第三的位置 而且巴基斯坦和我国承诺 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完全不同 巴铁的核学说中规定 只要认为有必要的话 随时能动用核武器进行先巴巨人的打击 这是其他有核国家不具备的不对称优势 也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安全保障 军事专家表示 巴基斯坦目前的核导机能力不容小觑 该国拥有成系列的中进程带到导弹 制成最远的沙欣三型导弹 能够覆盖周边2500到3000公里的目标 巴空军的F16战机也能够携带和炸弹 而在战斧巡航导弹基础上研制的巴布尔导弹 也具备携带和弹头的能力 在引进了我国原机AIP常规潜艇之后 巴基斯坦将具备三外域提拔和威慑能力 成为有着可信和打击能力的河强国 赞赏灵人